疫情起床發展 日前有便當疫情到雜重點 因為既轉送餐到便宜 他們發討論 第一算以後 你們完修好大家健康 因素悉傷的不是每一人都知道的 但是疫情也有話要說 何必一間團生疫情就表示 這段時間其實大家都應該保障體力 比起高榜樓店發文直接 不如用抓時間好好找出改革的方法 這是比較好的辦法 團生工程員完工 當中保障消費者所定的便宜 經過作業保障 雖然會送到機關團體的手段 嚴家表示 疫情期間犧牲最大的就是以後 他們一定會收聽 站在業者的立場 我很願意來配合 我們所有臨近 我們彰化 幾乎我做的生意大部分 都是在臨近彰化線這邊 彰化市 園林 深港 大足這邊 這邊都有做到 那如果有這方面需要的話 那我公司我也很願意來配合 甚至也可以優惠我們這些 目前衣物人員他們是相當的辛苦 那我站在業者的立場 我也希望說我來出個一己之力 來做個優惠也沒關係 甚至說打七則八則這個都沒關係 藥家表示 大部分一三點家都是相本的生意 人力也相當有限 可是我自己上餐 也一定有得到提亮的原因 我是覺得這個窗口 大家要互相大家體諒一下 要配合的 比如說在電話中訂過的人 或是業者這邊 接電話的人 有時候問的不清楚 或是接客或是接便當 訂購的數量 或是在哪裡交便當 這個種種我們大家都要講清楚 因為目前我們面臨這個問題 因為有一些業者他也不敢直接說 那訂便當直接都拿到醫院進去 這也不容許這樣 因為每家醫院他外面 他現在都有在做一些把關 那再加上說目前我們這個口罩很缺乏 所以說很多業者也沒有辦法說 這個口罩很充裕 那外送的人員他也需要佩戴這個口罩 因為他有時候要便當 要送進這個醫院 或是這個有一些公司行好的 這個這個大家都是要配合的 因為大家面臨這個問題 我是覺得說我們大家 我們國人所有的國人都要動起來 發揮大家的我們這個 團結的這個精神 非常實際 整個社會都非常緊張 比起花時間來集結 不如將在新宿和時間 用在找出改革的方法更加實際 大家保養體力 相信會好台灣更加團結 新宿和新聞 利品宏何必 彩虹伯德 好多 好多 好多